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关重要 那就是高质量的睡眠 在睡眠中 把一天的疲惫一扫而光 在睡眠中 身体排出了一天的积累的毒素 在睡眠中 身体各个器官的功能得到了良好的恢复 变得精神百倍 睡眠对健康如此重要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各种原因 很多人出现了睡眠方面的问题 有些人每天凌晨三四点就醒来了 就像闹钟一样 一旦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 导致睡眠时间严重不足 那么 每天都在凌晨三四点醒来 再也睡不着 到底是怎么了 提醒 以下的五个问题要重视 这五个原因都是半夜醒来的元凶 一 内分泌是人体比较重要的系统 它与睡眠的关系非常密切 如果它出现问题 会使人体导致内脏器官运行出现异常 特别是褪黑激素分泌不足 就会导致提前醒来 大大缩短了睡眠时间 二 气血不足 气血是人体维持正常运行的根本之所在 当人体气血不足时 各个器官得不到足够的滋养 就会影响睡眠质量 总是在凌晨三四点醒来 就不足为奇了 三 更年期来临 如果45岁左右的人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就需要是不是更年期所引起的 一般情况下 进入45岁之后 身体器官开始逐渐老化 体内激素水平大量减少 不仅影响身体的其他功能 也会影响睡眠质量 很多人觉得只有女人才有更年期 其实不然 男人同样有更年期 只不过男人的更年期不是很明显 不像女人那样 会出现绝经等明显的身体变化 但是男人的更年期也是存在的 四 肝火太旺了 体内的火气特别是肝火比较旺盛的话 是会影响睡眠质量的 因此容易出现凌晨三四点醒来的情况 五 业障深重 如果我们夜梦很多 夜梦很杂 有的时候从梦中惊醒 有这种情景 自己要深深忏悔 业障太重了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有效改善自己的睡眠 一觉睡到天亮自然醒呢 答案就是念佛 念佛是消业障最好的方法 要真念 真正把它当作一桩大事业来办 我这一天不睡觉可以 不吃饭可以 不能不念佛 念佛念到什么时候 心开意解 得大自在 那叫功夫 功夫纯熟 往生有把握 除了念佛外 我们还可以试试学习佛陀睡觉的姿势 那就是吉祥卧 来消除业障 吉祥卧就是佛教的一种修行姿势 意记 朝右侧卧躺 方法如下 一 握须右斜 名吉祥握 睡觉的时候 右斜而握 这两个脚要弯一点把它合拢 合起来 二 右手大拇指压在耳唇珠后边 手掌至耳前 这里生理的气血 会整个从背后往上延伸 即使你是在睡觉当中 还是处在一种用功修行的状态里面 三 舌头顶上颚 跟修定一样 舌顶上颚 上头顶住 右手做个枕头 摆在头下面 左手放在身上 这样 右斜而握是吉祥握 敏智上师对吉祥握的讲解 敏智上师开示过 这样子睡眠 可以使身体安稳 没有动乱 晚上也不会睡得太沉 也没有噩梦等等 这个经上讲了很多好处 在我们现代科学来看 右斜而握也有它科学的依据 我们的肠胃的胃 它的口在右边 右斜而握 可以把胃里边的东西 都顺这个口到肠里去 不会积在胃里面 会使肠胃通畅了 那么照佛的说法 有更大的好处 所以说 一般都吉祥而握 临睡膝时 应出房外 洗足入内 右斜而握 重叠 左足与右足上 犹如狮子 而正睡眠 这我们大家都晓得的 吉祥握 为什么要这样呢 如狮子握着 犹如一切旁生之中 失力最大 心高而稳 催浮于它 所以要这样去做的话 狮子就是这样的握的 那个时候 那个心高 它的心高 不是心摆在高低 那个时候的心里面 不像平常沉得很厉害 沉得厉害的时候 那时用心用不起来 所以那个地方 还保持着 能够用心的程度 而且很稳 还有什么好处呢 不被它所摧拂 而能摧拂于它 我们现在被烦恼摧拂 你能够这样去做 就是睡眠的时候 你还能摧拂烦恼 这是它的特质 吉祥握的四种功德 第一 身体处于放松阶段 不会因此而产生 各种邪恶的念头 不容易导致睡眠出现乱象 我们睡觉时 经常想的东西太多 才会出现失眠症状 第二 不失正念 内心平静无污染 犹如明镜一般自在 我们通过吉祥握睡觉 也不会忘失修持 善法的正念 第三 不会入于酣睡 深度昏沉 这种睡姿 不会让人产生疲劳现象 醒来时心情愉悦 而能时刻保持 警觉的状态 第四 不会做噩梦 即使是做梦 也会是吉祥之梦 释迦摩尼佛 能撤之一切万法 他涅槃时 在所有行为中 选择这种姿势 必定对后学者 有极大的利益 吉祥握 还有两个好处 一 不会令睡眠时间空耗 而能充分利用起来 积累不可思议的功德 二 如果我们在 憨睡中离开人间 以此卧室 也不会堕入三恶道 所以 以前的一些老修行人 都比较注重 用这种 吉祥握姿睡觉 莲花生大事 在六中阴中 再三地宣讲 任何一个众生 不仅是人 临死时 若是吉祥握 就算业力再深重 罪业再大 也不会堕入三恶趣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言 以前上师宣讲 中阴法门时 也在在强调 我们死的时候 吉祥握是最好的 如果自己实在是没有能力 周围的人 也应想尽办法帮忙 甚至牦牛 恶狗等动物 在奄奄一息时 把他的身体摆成吉祥握 也不会堕入恶趣 可见 吉祥握的功德 非常非常大 我们每天在睡觉时 应该记住这个姿势 最后 中国养生学提倡 先睡心 后睡眼 就是要求睡前 必须保持心平气和 心情愉悦 然后宁静入眠 切记不要在心情恼怒之余 油烦之际入睡 安静清洁的环境 无杂音干扰 维持舒适室温和清新的空气 同时要选软硬适度的床垫 及适当高度的枕头 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入眠 睡前洁身 养成睡前刷牙 洗脚 洗下身 不仅是清洁卫生的好习惯 也是最简单易行的养生之道 是促进良好睡眠 最好的方法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与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